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演戲 如果未開劇的時候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隨時在一個準備的狀態 到我們有劇的時候就可以進入演員的模式 但你創作這麼多博士 拍不拍吸收大量的事實很難拿來用嗎 其實也會 其實我不算創作了很多 因為始終我是新人 很多事情我都不認識 有時候我們上課都不一定說 一定是全部都在做劇本 我們可能是可以玩一些遊戲 去發掘一些我們自己不同的面貌 都很重要 至少認識自己對演員來說是很重要的 都會 我平時拍劇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太害羞去問前輩的意見 或者問他們覺得我做成怎樣 或者問導演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他們說的都是很值得我去參考和學習 我覺得他們真的要教我怎樣自演 因為我覺得 作為一個新人很容易就會 focus在一個稿裡面 其實我們怎樣去令到你說出來的稿 和生活一樣是更加重要的 你記不記得那個稿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你要學習 把你的對白融入了在你明白 理解了這個意思 而最貼近的方法去說出來是最好 其實是 都滿的 我覺得我自己都試過不同的東西 又拍劇 還有我前陣子又拍了一個綜藝節目 我覺得反而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沒有稿的情況下 用我最真實的面貌去呈現給觀眾看 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去認識另一面的我 其實我都是一個非常之 很運動型的選手 你會知道大家和大家比較一下 你的工作是怎樣的 我又不會 我相信公司他們都會有不同的安排 可能這個角色比較適合他 這個角色比較適合我 所以我又不覺得 會比較大家誰多點誰少點